沙巴人民团结党创党主席丹斯里 左色古绿与时长迟 享年80岁 首相拿督系安华和朝野多位领袖 纷纷向家属致哀 感谢左色古绿为沙巴乃至国家的贡献 他的儿子拿督亚瑟古绿的一名助理证实 左色古绿昨天晚上7点 在吉隆坡国家心脏中心撒手神环 当时妻子伴随在侧 二号船开后 沙巴首长拿督哈芝芝发文告指出 左色古绿的离开是沙巴的损失 因为封下之乡 失去了一名经验丰富且杰出的领袖 左色古绿自1985年投身政坛 耕耘将近40年 曾经担任首相署部长 也曾在沙巴州政府担任要职 低于是沙巴的损失 通过了一位 三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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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